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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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我的爸爸 在差不多一整年 我是兩千塊錢的來的 所以1994到2004 我這從天是都在美國 當然在爸爸的時間最多 差不多十年有八年在爸爸 一年半 我轉到另外一個 台北人主持 叫普爾摩塞黃飛雪 也是在座椅 同樣的是美國國會 因為我的輩子在 Washington DC 也做美國國會的聯絡工作 為什麼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 其實在這之前 很 一大部分都是被台灣政府 或是國民黨政府掌控 台灣人的聲音 並沒有被美國的 決策者 真實的聽到 這是為什麼 而且 方法成立的原因 其實就是為了台灣人民 是為了台灣人民的 會 意願 還有要幫台灣人民的聲音 讓美國的決策者 尤其是美國 對台美關係 對美中關係 有重要關鍵決策 的這些人 要讓他們知道 所以 我剛才在 我剛才跟Chris 聊的時候 我們說 爸爸從1982年 其實就不是為了 要幫台灣的政府 或是幫台灣的政黨 認為一個政黨 剛開始的時候 的確是幫台灣的黨 外人士 東華 有什麼東華 因為那時候 黨外人士 其實是比較 貼近台灣人民的 貼近台灣人民 到最首民主 最首次 那 所以在這之前 我想再 譬如說黑名單 黑名單這個問題 其實 雖然是從 從一層世界 從江南世界 那時候 美國 我也開始注意說 有黑名單 就是台灣 國民黨 台灣的國民黨政府 有一個黑名單 這個黑名單 很多都是台美人 或是 加拿大 全公 高格 那高格 李澤夫 前輩 你也是 在座 就有是黑名單 你也沒有 我的親戚 我說 我那時候 住在自由家 我舅舅是黑名單 所以 美國不會 從那時候 開始注意到 有真黑名單的問題 沒錯 是從 是從1980年初 可是台灣 國民黨黑名單 這個沒有廢除 一直到1990年代之後 才廢除 在這中間 有很多人是 香港 翻牆 翻牆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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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國外 已經等太久了 等不下去 可是這一些 我們 其實在發牌 對我們而言 他們都是為了台灣的民主自由 人權 在奮鬥的 他們人在哪裡 就是為這些裡面奮鬥 人在美國就是為了這些裡面 在台灣也是繼續為這些裡面奮鬥 不管他們人在哪裡 他們的人身自由 他們的言論自由 行動自由 都要受到保障 這組 這組 這組有八怕之爲 那當然不能受到威脅 脅迫 甚至說拘禁 甚至像沈教授 被傷害 這是八怕 絕對絕對不能容忍 而且我們要保障 我們要guarantee 民旗的理念 就是權力 那這幾年 這等於說好 32年做下來 其實前半期都是在做hummerize 就是人權跟民主的理念 在為台灣能夠推動人權民主的人士 為他們尋求美國國會的支持 希望美國國會議員這些人 能夠用他們在國會的力量 立法的力量 施壓美國行政部門 讓美國行政部門動作快一點 那我就像 其實有剛才說 美國的國務院 美國行政部門 其實在台美關係上面 是非常的要保障 美國國會還算是比較敢講 因為他們是民意代表 我們當然希望用一個法案 法案就是有法定約束力 這法案在美國國會的確是難度很高 所以像我們要爭取美國國會來支持台灣人民 有權利在聯合國裡面 有被representative 這是representation 在聯合國裡面 台灣人民必須要有被代表到 你接下來請講 台灣是被誰代表 PRC 對 你們被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代表 在聯合國講的 他都很光明這麼大講 說他代表的是權利中國人包括台灣 這個是當然就是我們 對我們而言 方法而言就是台灣人民 參與國際事務 或是在人權上面的representation 被代表性是被割渡的 所以台灣應該 美國應該要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以一個新會員 他說的這個歷史 就是說 其實台灣 這個FARPA跟住美代表處 一直是在對立的狀態 這個對立狀態 跟2000年之後的變化有關係 之前對立狀態是因為 美國 在美國的 我們叫Tekro 就是他不叫什麼大使館 他叫台北 他不叫台灣 他叫台北 台北助美代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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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在美國 跟美國政要宣傳 或是在跟他們討論的 都是國民黨的分點 絕對不會是黨外 甚至是台灣人民 如果是這次我們說的太陽花運動 他們就Tekro去講的一定就是這一群包袱 那 發法就是我們要傳達是台灣人 台灣人的行為 台灣人看 所以 Sumflower 就是太陽花運動 其實 不要一講是台灣人民 怎麼樣 看 Sumflower 怎麼看太陽花運動 以前是台灣人民怎麼看台灣 要不要加入聯合 我印象最濕的是美國幾週五十週對不對 我們爸爸那時候其實也少多 也將用五十個分會 我們常常要去總會 工作人員要去做事 去每個分會裡面講 要去 他們開分會會議的時候 就要去跟他們說 現在DC在國會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議員是怎麼樣 你的議員可能不太支持台灣 麻煩要他們在選區的時候 去跟議員 特別再去留言說 請他要多注意關台灣的提案 還有 請他一定要在國會辦公室 要跟我們見面 因為我們幾個時候 就少要會閉門羹啊 他們不願意來時間跟我們談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求就選區 他選區的台北人 拜託他打電話 或是自己跑到選區辦公室 去跟他們講說 我們總部 我是這個行為的 招牌的 我們總部有工作人員 想要去找你談 有關這件事 這件事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這樣子 我們等於說在地方跟中央 選區跟DC不相配合之下 我們一個一個一個 美國議員就拉 那麼 招牌 我在招牌工作的時候 沒有多啦 八年多啦 五十週我至少有 飛過四十八週 我大概就是阿拉斯卡 但是我飛到那邊的時候 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那個 轉機場跟會場 五條這三個月 就是去幾個月 這是八條我們工作人員要做的 我們那個人不多 現在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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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多到四個而已 可是你看 四個人要對十七個分會 四個人要對美國國會 中醫院四百三十五個議員 參議院一百個 總共五百三十五個議員 所以怎麼樣 這層入學出雅阿拉斯卡 扣發帕給完 但是 還有一遍 發帕給完 首席上 做的是什麼 發帕會員做的是 幫他們最care的台灣人 在美國講話 所以 據我而言 我覺得 發帕會員 尤其是發帕總部的人員 我們工作人員 非常非常需要知道 台灣人命叫什麼 這就是我回來台灣的原因 我二零零四年 決定回來台灣 就是因為 我在美國 在DC做的那十年 雖然是在幫台灣人民說話 甚至 有人說 我今天講的話 是不是代表台灣人民 是不是真的台灣人民要的 我做了十年之後 我覺得 我必須要回到 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 大家知道 台灣的社會運動 台灣的人民要的什麼 我剛才有跟Mess 講到 有一個 對我而言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turning point 是 2000 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推台灣 加入 導致使用世界 匪力組織 我們在那邊 接到的很多的訊息 全部是台灣的國民兩黨 都希望台灣加入WTO 而且盡快 一定要在中國 不能比中國晚 比中國晚就進不去了 所以我們就盡力也是 但是那535大公司 幾乎都會跑過一遍 跟他們解釋說 為什麼 他們 美國需要支持台灣 加入WTO 後來 後來我發現 我缺乏了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是台灣 社會那時候 農民運動 台灣農民 台灣基層 是會 喜不希望 台灣很快 盡速加入WTO 尤其是在台灣政府 完全沒有配號 做出之下 後來就是 我們把台灣推進WTO 可是台灣發生了 如今 更重要的是 我2014年回來到現在 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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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我坐的是環境運動 我在環境運動 在環境運動 最近 我們看到的 不管是大土事件 或是在海 elle2期 還發 或是現在桃園 marche 這些土地徵收 徵收為什麼 農地 為什麼農地 會 因為 是一個 是徵收的第一個政府的目標或是裁判的目標 因為休耕 為什麼會休耕? 因為台灣不需要生產那麼多糧食 為什麼不需要生產那麼多糧食? 因為台灣在我早期有進口糧食 所以其實這讓我 對於對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環境 不理力做的 在美國做的真的是台灣需要的嗎? 還是沒錯台灣需要 但是我必須要更多消耗 更多資訊或參與能夠在美國做的時候 能夠至少減少傷害 減少對台灣的傷害 對台灣社會的傷害 那我也希望說FAPA FAPA未來要做的 其實就是給台灣的公民社會 要建立直接的溝通管道 知道台灣公民社會賣鬥是什麼? 要幫台灣爭取什麼? 要幫台灣爭取什麼? 在什麼時候爭取? 對台灣社會才有保障? 才是有因的 FAPA現在或是未來 我覺得要的就是再去把這些線 廣告下來 而且不一樣 要去跟這些議員強調的是 FAPA在美國 因為FAPA會員都是 Thinese 等於說Thinese American 都是台裔的美國 美籍公民 所以這些會員當然會關心 他們祖國的事情 尤其他們祖國的母國的祕運 那這些會員希望 他的議員能夠聽到的是 我今天 我只不過是他選人的話 我代表的是 我聽到台灣人民的聲音 我希望讓我的議員知道 我希望讓議員來支持 台灣人民的意願 所以現在就是一個 Chris Guy 最後講的說 台灣人民的意願在那裡 有一個清楚 當然會有不同 因為我們多元社會 我們民主社會 會有多元有不同的聲音 這就是民主 因為台灣有這個聲音 所以FAPA的工作人員 FAPA會員能夠在美國國會裡面 和美國的英文社會 那接下來我們台灣要做什麼 就是我為什麼要回到台灣的議員 因為我覺得台灣 需要更多人做 來做為台灣的潛途 台灣的國家的議員 去找一個更明確的發展方向 更明確的主張 美國 美國FAPA 大陣了 我Chris 我回來的時候 我回來的時候 我也是找到 應該是Chris的前輩 另外一位 可以接我 接著我 我在FAPA工作的人 有人接了 不放棄我回來了 之後 就像Chris那樣 就一直會有人接續 我在FAPA工作 在美國進行做 可是台灣 台灣有人做沒錯 我感覺就說 不夠做 做的人不夠做 所以其實我現在到各地 主要是跟大家講 我現在到環境法院的協會 我選擇環境的議題 因為我相信 只要對台灣的土地 疼心 我認同 我珍惜 我愛台灣的土地 這些人 他不會想要變成做過的 我自己認為的辦法代表 應該是台灣人民 台灣人民的意願和聲明 這也是在FAPA的Mission Statement裡面 那台灣的 不論是哪一個政黨 是不是就能夠代表 台灣人民的聲明 或台灣人民的意願 這個是FAPA要去分辨跟解釋的 所以其實 我只能說 我們在FAPA在美國的 管理前來現在來做的 我們都常常要自己去檢討 跟反省來自己檢視 我今天在美國國會 會有跟議員 或跟他助理 或是跟國務院 國務院的那些 美國政府官員 在講台灣的事情的時候 我的代表性是 我能夠代表台灣人 我能夠確認是 我相信台灣人民 是要追求民主自由 獨立 獨立這個事情 有什麼前提 台灣要安全 台灣人民 現在如果出去問 台灣人民如果今天面對戰爭 或是面對威脅 對戰爭 追求獨立的這個意願 是不是粉那麼強 為什麼會 如果我問清楚之後 我才能夠去跟我美國 國務院的朋友講 到現在為止 我跟美國國會 裡面的議員還是有聯絡 這個聯絡是因為 他相信我跟他講的話 不會是騙他 不會是誇大的 也不會是造假 就是為什麼我能夠跟美國 國務院的朋友保持聯絡 一直保持到今天 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行政院零點晚上 我馬上聯絡 美國國會與朋友 對他講 行政院可能會讓 那種事情 我最擔心的是什麼 我最擔心是 台灣的民主倒退 台灣的政府 用國家暴力 來讓整個民主倒退大部 變成高壓統計 有可能 有可能 我只是要讓我美國 國會裡面的朋友 知道 我看到這個情形 有可能會發生這件事情 請他在美國國會裡面 要發生 請他要聯合國務院 所以其實 我們會知道美國不會 是為了要施壓美國行政部 讓美國行政部門 不只國務院 我們推到月休的時候 還有美國會服務部長 讓國會去施壓行政部門 多措施一點 對台灣的倫敵